1947年 国内战场上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 8月中旬 刘邓大军出敌不易 越过龙海铁路 进入大别山区 创建厄玉碗边根据地 随即 陈庚大军南渡黄河 进军陕南渝西 创建玉陕厄边根据地 9月上旬 陈肃大军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 一个整编师 创建玉碗苏边根据地 三路大军向三个有力的拳头 指导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害 中原腹地 刘邦城归下大军 跨越黄河 打向蒋馆去 新华社社论 祝鲁西大捷 1947年9月23日 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 来到了嘉县的神权铺村 不久前 这里还是国民党刘勘勘部队的驻扎地 在沙家殿战役之后 中央前委从容了许多 而且还补充了六百多山西的新兵 因为刚刚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此时的人毕时正在集中精力抓土地改革 中央前委也暂时改名为教导旅 旅长政委都有专来兼任 在嘉县境内的白云山附近 有一处西北最大的道观群 名叫白云山道观 沙家殿战以前 中央前委转移时 毛泽东曾经路过此地 1947年10月22日 刚好是重阳节 毛泽东特地来到白云山道观 重游此地 心情却大不一样 他要放松心情 游玩一番 重阳节当天 白云山道观举办传统的庙会 一时之间这里聚集了四面八方来往的游人 出于安全考虑 大家并不想让毛泽东取人多的地方 毛泽东特地说 咱高庙会就是赶紧人多 人少了这有什么意思 就因为人多才去 才接近群众啊 说好 主席习惯 他订了东西你给不了 你就得按他来 好 去吧 对不起 去了 一去了以后 人家的舞台人唱戏 他们向领导同志从这前边赶紧过来 一看 主席过来 赶过来 别人一看 毛出来了 那戏都不得看了 无限从看戏那边转到这边到毛出这边来了 毛出来了 赶紧做工作 大家一会儿看起来 后来才整齐的长城 这里的戏院并不大 里面人山人海 站满了前来看戏的人群 主席是看着 站慢慢的 他就站在 回家这些娘就站在那里看戏 讲去戏啊 怕主席看不好戏 因为他死前 我们突击他了 他就在那个戏台顿面 那个庙前面有个大扇子 准备了一个八线桌子 还有什么太司仪子 从地军家搬来的 要插幅插玩都得着 我一看就站在那 我一看 周围就站在那里有几个变异 他就继续到那去看戏 就一看 他不去 他说我在这里 跟坤仲在一会儿看戏不更好吗 就没有去 回来的路上 就问我了 叫我站在那里叫我去看戏这个地方 布置的是什么你们搞的 你们布置的 我说不是 这是建委布置的 以后他就跟我们建委员说了 第一 你要保卫我的安全 第二 你不能搁难我和其中的 当天上演的是反徐州 我原来就借过老主席了 早早就借过了 这次来的几本就认得了 来了以后他就到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嘛 到时候走舞台上 正在演戏 我紧张 定人搞车了不久 这里头不要说强打的 就拿个刀子弄 都能弄伤 我就不能这样 是从更前进的 把法国的灯归 你想干什么 走开 我就放在这边一个 后边一个 前面都不能跟布 我在右边这边 我盯着看 右头台上看 一直在那里面戏看 看完戏 毛泽东心情大好 还饶有兴趣的 参观了白云观 参观完毕后 他对道士们提了两条要求 我记得 一条是 你们要靠自私之力 自私其力 要搞点劳动 搞点收入 完全搞 现在我们边区 给这样 恐怕还有点困难 靠你们自己努力 自私其力 这是一 原话基本就这么意思 第二条就是 这是这个庙会 是吧 雕梁画珠 这很好的文物 你们很好管 很好爱护 讲的这都是旅游的地方 在香炉寺 毛泽东又走到了黄河边上 黄河的对面 就是近随解放区 面对脚下千年来流淌不息 既滋养了两岸人民 又带来无数灾难的黄河 毛泽东自有一方感慨 到了河边 毛泽东 看观察黄河 提了两个问题 我记得 一个就是 黄河 人们又传说黄河 过旧时候 说百害而无一利 毛泽东这句话 不尽然 我们没有黄河抗日战 咱们能在山岸宁 那么平安的度过 这么十一年吗 黄河我们弃劳 阻止日本鬼子日寇的作用 黄河 虽然不能争个 或者进行运输 但是看来 由于川来往 缝钻运输还是可以吧 是吧 可以靠缝钻运输吗 说将来咱们 新国成立以后 很好把利用黄河的水 提出这么制造思想 1947年的冬天 快要到了 考虑到陕北战争 还没有完全结束 中央前委决定 依然坚守在陕北 毛泽东在和嘉县 地方领导谈话时认为 虽然嘉县县城 高高地建在山顶上 但是工作作风 一定要深入下去 由于嘉县 当地以产红枣为主 原本粮食产量并不多 现在中央前委的人数增多了一倍 粮食供应就是问题 为了顺利过冬 中央前委决定 于11月14日 从神泉铺出发 向南转移到米枝县的杨家沟去 位于陕北的米枝县 是西北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当年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就是米枝人 毛泽东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 曾有较高评价 而中央前委将要驻扎的米枝县杨家沟 是陕北有名的一个地主庄园 全村270多户人 其中有72户是地主 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 被称为是米枝的米粮川 村庄的最高部分 有一户地主建造的城堡式庄园 中西河壁号称福丰寨 1947年11月22日 中央前委来到这里 这是他们自从撤离延安之后 八个月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 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就住在福丰寨里 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战争之外 还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成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因此他决定尽快召开中央会议 研究目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里精心起草了 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主席那儿呢 他抽烟 抽烟抽得厉害 我又说跟他说 哎不一样 宿里那儿去了 有个座位 你坐也好站也好 主席那儿去了 我们站着 一般不敢随便乱坐 站着 我说站着看 主席抽烟 他好久了 一般抽烟的冒出眼 他不冒出来 我都问主席 我说你抽烟这么厉害 对身体有好处 主席我解释 站着念台 只有靠重一点来提身 提提身吧 解释解不了了 1947年3月 蒋介石派出重兵围攻延安 革命圣地面临空前危机 毛泽东带领着中央前委 撤离延安 以退为进 一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革命事业 曾经历过多少波折与传奇 离开延安的日日夜夜里 究竟发生了多少 显为人知的故事 传奇中国系列节目 离开延安 三百七十天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杨家沟召开 由于是在十二月召开的 人们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会议开始之前 毛泽东已经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发给大家研究讨论 这是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 已达到一个转折点的历史时刻 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了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响亮口号 此次会议要解决两个问题 怎样打倒蒋介石 在打倒蒋介石之后 又该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 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岁生日 大家觉得机会难得 有人提议要给毛泽东祝寿 何龙想提出来 想通过周总理 通过江庭 叶子龙给毛主席说东 做到主书寿 大家拒一拒 毛主席坚决拒绝 不行 我能够主书 他当我记得当时提出的条件 一 现在来打仗 前方战士流血提琴 我主什么时候 第二 打仗都很辛苦 用不得给我助手 三 我才54岁 也不是特别大的岁数 也用不到助手 不行 不助手 不能从我来开的例子 我看主席很疲劳 他很喜欢小肉 我就叫陈思源老高 给他搅点肉吃 这肉从哪来的呢 是何老祖送来的 都是演的鲜鱼肉 给他搅一盘红烧肉 吃饭送去 他不吃 他就把我们叫去了 给我叫去 就说我这肉从哪来的 我们说在厚劳中看你这个 在开会看你这个心情不好 很累啊 鼓掌很苦的 其实原菜那些都很苦的 他带来的鲜鱼肉 然后我们给你做了一盘 你给他给我送人嘛 他不是很慌 以后就想了一下 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 我一会儿都送给你的 就送了一点啊 送了鲜鱼肉啊 他不吃 你们拿回去 你们吃吧 大家吃 你还有没有 我说还有一部分 在做大早吃了 他不是叫 把肉组贴过来 叫大早吃 毛泽东白天主持会议 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 贺龙带来的平剧团 演出的厄虎村 并和演出人员进行了座谈 地方鼓励他们 他们就把修训改编了 所以你们在 央岸演的 闭上梁山 你们这修改得很好 所以你们在这里 演一个叫 古庙中兴 也是改变的 也是改变很好 就提出的就是 戏剧改革的问题 这个时候 在全国各解放区内 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已经开展起来 早先中共中央发布的 土地法大纲 成为此次土地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 从此分得了土地 在杨家沟掀起了一场 斗地主 分田地 挖福财的高潮 刚刚获胜的西北野战军 也在军队内部进行了三查三整运动 特别是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开展了一系列的诉苦运动 就是这个诉苦的时候 机关都参加 冒出几个人 台上诉苦 怎么流泪哭 受了阶级敌人的压迫 家破人亡 体力失散的惊况 怎么我们西北野战军 就是中国诉苦 提高阶级觉悟 结果上面都在下摆掉眼泪 他对这个劳动人民的苦难 他非常心里 有这个结局 同情结局感情 他对旁边做出动 你看 咱们在红尽时代 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对福禄兵 这次找到了 通过这个方式 教育福禄兵 成为我们解放军的战士 我们都是补的这个福禄兵 有一个很高的个子 打燕串解放 打燕串 他是国民党的重极关枪射手 回头很大是后难用 过来还是戴着那大个帽 我们把帽换了 就给他戴着咱们解放就帽 衣服还穿着 国民党的衣服 就打群箭了 就穿家打群箭了 哎呀我那会很害怕 我那会打腹败者 呀很害怕他 他就给他凶了很啊 哎 结果那第一次战斗 就打得很勇敢 打得很勇敢 这挺不错 要是天空能力出声 给他赖了一讲 到了又给他搞解决教育 他一下就醒过来了 哦 他说说我们解放就是人民的军队 是为人民服务的 是吧 哎 他就把这个倒了以后啊 他就打着就很勇敢 以后倒了脸上 在中央机关进行查阶级 查组织 查成分时 有人提出 江青的党龄应该重新计算 等一下 这都生气了 他拍桌子了 我说散散一就散散一 不信你们坐着去查 这会开不下去了 回去他向主席报告 向主席讲 老板 警官现在证我 说我是 我本来散散一就散散 说我散散一就散散 毛泽东对江青进行了耐心的开导 并告诉他 此事并非针对他个人 主席说这是三叉 这是穿党的一个活动啊 一个运动啊 都不例外啊 你听着住着 有什么问题 住着会能请住的 他说不行 你得帮我说话 老板你得说话 所以你牵手我干什么 主席说 你听着住着安排吗 他说一来一声 好老板你不给我说话 下不得正我 下不正你 这下把主席再反了 怎么机关正冒出去呢 一下主席发明 你说混蛋你给我滚出去 他骂 这位江青哭着跑到总理那边去 后来经过周期做工作 周期做工作 才后来换解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沙家电战斗以后 战争局势转变了 胡宗南的部队再也不敢主动进攻 只能被动挨打 这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 野战医院 供销社等机关和单位 也都先后来到了杨家沟 小小的杨家沟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的人 粮食供应成了很大的问题 自己自足肯定不够 黑豆和野菜一度成为这段时间的主要口粮 从延安撤离之后 好多中央前委的工作人员与家属分开后 就再也没有见面 如今一些干部的妻子 也被接到杨家沟 按规定 干部妻子可以吃小灶 但孩子们只能在机关食堂吃饭 照片上站在毛泽东右侧的姑娘 现在已是花家老人 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火事 我们到那儿都是吃得比较长 吃黑豆稀饭 那海上说 爸爸怎么我那个 牙齿这么黑也吃了这个豆子稀饭 就问他爸爸这件事情 那可我吃黑豆 我们都吃黑豆 还不能吃干的 你吃干的这个豆子不够吃了 煮上稀饭喝饱了就完了 我们吃的这个饭 我们吃的这个饭 就是那时候吃不上什么好饭 就是我们怎么撑饭呢 撑出来一个老鼠 大家都怎么回事 就一个老鼠 一个老鼠 大家也都可以理解 从1947年3月以来 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蒋介石已经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 完全处于被动防御态势 解放军则在全国各个战场 由防御转入进攻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心情十分轻松 整个战局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 是相当有利的 在陕北战场 西北野战军已经占据军事上的优势 不断对胡宗南发起反攻 在一次战役中 曾步步紧逼毛泽东的 国民党29军军长刘勘被击毙 1948年4月21日 延安被西北野战军收复 这一天 离撤离延安的日子 整整过去了370天 紧接着 上甘宁边区曾经失去的县城 逐渐被一个个的收回 林博徐代表中共中央和 陕甘宁边区政府 号召延安人民重建家园 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毛泽东曾经说过 不打败胡宗南 绝不过黄河 现在 胡宗南兵败已成定局 是该过黄河的时候了 1948年的3月20号下午 中央机关在撤离陕北之前 举行了一次演会 中央前委机要秘书李志胜 恰好与毛泽东做到了一起 主席就站起神来 他嘴上说 大家把酒满上 这时候他就顺势拿起酒壶 按理说他应该给林老整手 林老年纪大 他不 他这么欢思了一下 顺手过来给我 给我整酒了 他一边这么做动作 一边还说 就该这个年轻人整上吧 满上吧 这时候大家就笑开始 然后一次的第一轮就整了 整了以后他就站起来 还是这时候没有做下 就说 好啊 咱们演会开始了 就这个 喝着一杯胜利的酒 喝完胜利的酒 李志胜幸福的头有些发晕 我是你的哥哥 胡南话是哥哥吧 我叫李德胜 你叫李志胜 不是你是我的弟弟吗 这样呢 他这个话当然得 引得三个桌子 的昏堂大笑 一场笑声过去了 笑声难忘 话语 游在耳边 他说 蒋介石湖中呢 这个 救急了28万这个军队啊 来进攻延安 进攻三个年边区 我们主动地放弃了延安 把一座昆尘留给这个 留给这个 蒋介石湖中呢 但是我没有 他们敢于占领这个昏尘啊 我就估计了他们愚蠢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更愚蠢 到了延安以后 他很快又北上 向清建 随得米兹这里 这里这个方向北上进攻 他说 我就 认为他们太愚蠢了 因为他这样 他比喻着说 他们把一个乌龟头伸出来 让我 我们把它斩断 1947年3月23日 毛泽东率领着中央前委 到达吴铺县的窗口 他们将在这里渡过黄河 黄河水啊 这是我留着冰了 冰淫了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 已经摆在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渡过黄河之后 一场波澜壮阔的解放运动 将席卷全国 住谁穿的黄衣服 这 他们那 破线穿不及线 什么样子 二十年样子 大半 总理穿的也是 不是那么破 别说他们穿的 也是那个旧衣服 也没换什么小衣服 旧衣服 在离开延安 三百七十天的日子里 中央前委 辗转行程一千多公里 住过数十个村庄 两次和敌人几乎相遇 哪怕是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 他们都没有渡过黄河 毛泽东曾经说过 陕北是个好地方 主席过黄河之后 我注意了 观察了他的形态 他的神态 很复杂 又很深情那个样子 皱这个眉头 沉丝 望着这个 这个山北 这个山 始终是这么一个落花 以往西 争容岁月仇 毛泽东留恋的是 陕北人民的养育之情 同样 他心里牵挂的 是一个 新中国的诞生 东方 你救一个红 太阳 你救一个声 他心里牵挂的 词 他心里牵挂的 封闭奏 画像 封闭奏 锦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